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受祭拜的叫做诗 后来改成是用这个牌位 我们就知道这个徐区 一个是直归御的时候 一个是语诗形的时候 这个徐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走法 第一步伏要小 因为这个语诗形也罢 直归御也罢 第一是需要小心翼翼 第二呢 又不能是这个迈着四方步 所以是小碎步 但是这个不符轮换的频率不快 不符很小 但是不符轮换的频率比较缓慢 这叫曲曲 如果是这个陈建军的时候 那是要急驱的 大家能够大致想象出这个徐区的样子吗 根据正确换的某区 这个徐区的时候是肿不离地 就是脚后跟是不离地的 整个脚板实际上是在地上有点 这个有点拖地的那样往前 所以急驱呢 那么步子不符要大 而且脚后跟要抬起来 现在 处龙建赵太后 是陈建军 因此应该用急驱 但是 他的病足 使他不得不用徐区 好 谢是道歉的意思 这是他在古代语当中 很常见的一种用法 我们看一下 这个处龙建了赵太后 以后会说些什么话 他说我呀 最近脚有毛病 病 伤 这些动词 那么 那么 这个 有一种很 特别的用法 病足就是足病 古书里面 比方说这个 用伤的时候 伤骨就是 大腿受伤了 这些动词让我们想到 现代汉语里面 出太阳了 是不是 太阳 出太阳了就是 太阳出了 这个起风了 就是风起了 所以 虽然是用动宾的形式 但是呢 这个 前面的这个动词 不能理解成始动义 也就是说前面这个动词 还是陈述后面这个 宾语的 陈述宾语的一种状态 这种情况就是 现在在 国际语言学界 讨论的非常热门的 所谓的 作格 作格动词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用这个 Google 检索一下 作格 那么会有 无数多的文献 增是一个 语气副词 用来加强否定语气 说我因为这个脚有毛病 因此呢 就不能够 这个快步走 这样呢 没能够见到您 很长时间了 再注意这个9 是用来陈述这个不得见的 如果是9放到前面 9不得见语 9就变成了状语 但是它放在后面 就是谓语 不得见这种情况 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这个不得见 如果是用英语表达的话 一定会用一个不定式 或者是用一个 分词形式 但是在汉语里面 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私下 我内心里面 自己原谅自己 可是呢 担心太后的身体 这个欲体 欲是最美好事物的一种修饰 所以称对方的身体是欲体 称对方的照片是欲照 那就不能称自己的照片是欲照 有所系 就是有欲缺的地方 有缺失的地方 也就是有什么问题 担心太后的身体有问题 所以孔的宾语是太后欲体 之有所系 那么这是一个主之位结构 本来就是太后欲体 有所系 现在因为要做动词孔的宾语 所以需要把这个主卫结构 变成一个指称性的结构 所以在主语和卫语之间 架了一个侄子 所以我希望能够拜见太后 见到太后 前面 出龙在请这个侍者通报的时候 是愿见太后 但是到了这里 是愿望见太后 我们知道这个古代 侍是一般的看 侍是包含了侍的结果 是看见的意思 观是有目的的看 所以我们今天说参观观理等等 都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去看 我东西才会用观 查是仔细的看 只有向远处看 还叫做望 看远处的东西 当视而望之 平视而望是向远处看 看近处的东西不能用望 但是这里为什么 要望见太后呢 很明显这是一个敬语形式 不是故愿见太后 而是望见太后 因为这是当面跟赵太后谈话 因此要用这种敬语形式 那么前面的请侍者通报 并不是当面的这个说法 因此是故愿见太后 愿见太后 好 讲到这儿好像这个 我们来总结一下 出龙的这番话 很简单 这个我年龄大了 身体有了毛病 最近的主要问题 最近的主要问题就是 脚 这个有毛病 所以就不能够来 拜见太后 但是呢 我内心里面还是 总牵挂着太后 因为咱们都是老年人 这个难保身体上 不出问题 所以就想来看看您 这是老年人在见面的时候 最喜欢谈的话题 也是双方都最感兴趣的话题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 我们刚才没有说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是这个窃字数 在文艺上是属上 还是属下 在文艺上 是属上还是属下 如果是属上的话 那么 这个 我不得见久矣 但是因为自己的脚有毛病 所以也只好在内心里面 在内心里面 自己原谅自己 尽管如此 我还是担心太后的玉体会 有什么欠缺 有什么毛病 有什么问题 那么如果属下呢 那么如果属下呢 这个窃字数是先让步 虽然自己 私下里面原谅自己 但是还是担心太后的玉体 有什么问题 好 这两种理解的区别 大家明白吗 既然这个出龙见了赵太后以后 开场白 完全没有提及令长安君为志这件事情 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 所以太后也只是淡淡的回应到 老父四年而行 我呢是靠车子才能够出门 就是说我走路也不太 腿脚也不太方便了 这里还是有问题 是不是 这个孝成王既然年幼不能够管理国事 由赵太后来设政 那儿子那么小 怎么会自称老父 走路还不能够腿脚不灵便 还要视年而行呢 有人说这个古人的寿命本来就短 所以三十以后就开始衰老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没有什么答案 在自己琢磨 对赵太后这样一句淡淡的回应 出龙就 要接着就这个话题展开追问 为什么要接着就这个话题展开追问呢 也就是赵太后听到这个话题以后 并没有反感 虽然就说了一句四年而行 那么毕竟跟触龙的开场白已经对上扣了 所以触龙就接着又问了一句 说每天这个饮食 有没有减退呢 刚才刘洋指同学读这个句子读得很好 其实是德无催乎 大家注意到没有 应该是摔还是催呢 少小离家老大回 相音未改 避毛催 催不是衰败的意思 而是减少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这个现代汉语词典 这个字仍然保留了催这个读音 区别这个衰亡和减少 这两个不同的意义 赵太后的回答还是相当简洁 是舟耳 靠喝舟罢了 也就是说我食欲也不强 也不好 这里面这个舟字 大家在中学学的时候 应该是读欲 但是实际上这个字 下面是礼 礼是古代的主东西的器皿 主锅 叫做礼 是陶制的 这在礼里面放上米 这是要煮米 那么两边升起热气来 这就是舟 所以舟字的本字 应该是这样写的 那么至于后来 不要这个礼了 那是从唐代开始出现了俗字 我们知道俗字往往是要减少笔画 方便书写 所以这个汉字在发展的历程当中 一直是有简化的倾向 那么这个字读欲 表示卖的意思 欲决的欲 那是假借 那是一个通假字 所以汉字简化的时候 实际上是用俗字取代了正字而已 用俗字取代了正字 我们看到现在说了两个话题 一个话题是病足 老人行走都不方便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 老年人都会出现这个钙流失 所以这个走路的时候 腿脚会不灵便 这是一个同病 我想对这样的问题 这个触龙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但是第二个话题 是老年人都会出现 饮食上的衰竭 食欲不振 对这样的这个话题呢 出龙发现有了突破口 到台后的确是犯了老年人痛病 食欲不好 所以他就讲自己 说我呀 近来特别不想吃东西 于是就自己强迫自己每天走路 三步 每天走上三四里 这样呢 渐渐的就稍微想吃东西了 至于是 食欲不过 三富 占十四里 百分之后 下来 散逝 若 你 此时